第二七題,乘上題,加入二氧化膜後,對實驗產生的影響何者正確? 我們曉得酸氧水滯氧中二氧化膜是當催化劑 一個化學反應所選擇的催化劑是特定的 不是隨便什麼物質都可以當作催化劑 所以選項C說,把二氧化膜改成碳粉一樣具有相同的效果是錯的 而在教催化劑的時候,老師講過 我們學習的重點叫做它有做什麼,沒有做什麼,能做什麼,不能做什麼 那麼它有做什麼,它有參加化學反應,沒有做什麼,沒有改變自己 所以它的量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所以選項A說,二氧化膜反應前後質量會減少 這個是錯的,它的質量是不變的 那能做什麼,不能做什麼,能夠改變我們的反應速率 但是不會改變化學平衡,也就是它不會增加或減少產量 所以選項B說,二氧化膜加越多,產生O2會越多是錯的 而選項株說,二氧化膜的添加無法提升O2的總產量是對的 所以第27題問我們說,加入二氧化膜後對實驗產生的影響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,二氧化膜的添加無法提升O2總產量 而且可以繼續推進去 每次行に請為會浮橫和 Specном的添加 Й化膜的添加減 Cour Dimunas